Ayo 聊世紀天天的歌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 哥德仁對上不列顛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R地圖 好 這場比賽是比較多玩家會遇到的問題對決 哥德仁對上不列顛人 眾所皆知哥德仁的 哥德衛隊非常難纏 那不列顛人的強勢兵總又是工兵 該怎麼打哥德仁 所以這場比賽呢很值得一看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哥德人大約出生點位12點鐘方向 他的特色是吃野味的時候可以再吃更久一點 像吃這個大象或是斑馬鴕鳥 都可以吃了再更久一點 而且他開局就可以馬上研發織布技術 而且是1秒研發好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兩邊都研發織布的時候 哥德會領先一村 因為不用研發時間 哥德人他的步兵折扣非常多 到帝王時代步兵加上井噴科技 可以讓步兵大量快速生產非常可怕 哥德人最近在頂尖的天氣裡面 基本大概是5成左右都在打馬弓 城堡時代馬弓 不然就是打騎士 打騎士路線配戰矛或槍兵路線 都是一個很常見的看到路線 帝王時代才是比較多人打步兵的時候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世界冠軍 來玩不列顛遇到哥德 那不列顛人特色呢 就是他的弓箭手側程非常遠 而且城鎮中心的木材是半價而已 所以上層爆時代3TC開農很快 但是他的弓兵有個問題 沒有這個拇指環 那騎兵路線也沒有跟品種 所以用起來呢這個肉碼是有點可惜的 但是他肉碼又有3防 所以要打到對方的戰毛兵的話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中期呢也可以考慮轉這個劍兵系 劍兵系是滿的 但依舊是個大問題 跟哥德打劍兵可能會打到頭破型 人家的折扣是非常便宜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目前Hera看起來兩塊黃金在左側 後面有塊黃金 正上方有塊石頭 位置的部分看起來還可以 黃金在後方 果子在這裡 這個果子只要能守住的話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前面這個用石頭稍微連防 應該就可以把真命給維好 這把不知道Hera會不會維死喔 最近他好像也在天梯上 在練習不維加的樣子 不維加然後去訓練自己的反應力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位 Doragon Star 什麼Doragon 什麼龍之 龍之心嗎 STAR 不會念 如果是日文的話就會念了 那接下來看一下哥德倫 哥德倫這邊的地圖 地圖方面這裡可以補個城鎮中心 下方這裡也可以 問題跟Hera一樣 兩塊附近位置都偏的有點近 只要在這邊插根城堡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哥德倫這邊也是 只要在這邊插根城堡 或是在這邊補個城堡 基本上後面這邊補TC 兩塊附近就能守住了 這張地圖看起來對哥德倫 感覺更有傷一點 但是要維加來說的話 Hera會比較好維一些 如果是要這樣維的話 稍微維好 我們這邊再維過來 就會維死了 好兩邊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現在Hera已經點下了封建 這邊是選擇的偷織布喔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跟哥德倫的升級時間是差不多的 兩邊都是18P 好那這邊先升織布技術 才會有開始一隻聰明的落差 這就是世界最頂尖的偷織布 你哥德倫我就偷 OK 偷了一個織布之後 現在聰明處現在只落後一村 一個正常的落後一村開局 好 Hera這邊決定要正面為死了 看來這把要認真打 看來世界冠軍也認為 這個不列典不太好打哥德倫 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不列典想要打贏哥德倫 最好就在城堡時代把人家給打爆了 那確實是這樣沒有錯 這講法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哥德倫在城堡時代是非常 比較沒有太多優勢的文明喔 因為他的經濟本身也不是那麼的好 就只有開局這一村優勢 加上吃野味的經濟加成 所以如果在城堡時代被抓太多村民 後面經濟肯定是趕不上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例如這個不列典快速開榮跟吃養的肉類優勢 唉唷這邊要開打了嗎 看一下好像沒有 這邊碰了一下往後拉 好 Hera還是要決定要圍大了 唉唷這隻村民要小心 三隻肉馬繼續對看 五隻肉馬稍微打了一下 這隻村民稍微被槍兵控制住 唉唷回頭錯了一槍 這隻村民圍了牧牆沒問題 好再把家裡圍好 這幾隻肉馬 要過來收村有機會 哇這一波賺了 龍哥這一把不錯 好換掉了黑蘭伊村 而且還是哥德的前期經濟優勢 這樣子就領先兩村了 只要哥德人這裡不繼續不斷村 村民術基本上不會輸給世界冠軍Hera卡 好現在Hera努力的正在補自己的黃金 準備要來升10代了 大概是一個為大為死 準備要來打3TC開榮 所以這裡是不會賣石頭去買賣的 也不會補四季 這裡有個小小細節 那這裡會補一個射箭場 那為什麼要補射箭場呢 是因為待會在城堡世代的時候 要先續一些工兵 到以上城堡世代轉奴兵二級射 大學3TC開榮給壓力 給壓力之後3TC開榮 才不會這麼容易被壓制住 而且哥德人在這個時間點也是比較難打贏 有射程的 這個不列顛工兵的壓力 畢竟哥德人如果要擋住一般的不列顛工兵優勢 至少也要整個戰毛兵 這個升級成本也會有點負擔 所以Hera這邊要趕快囤工兵 喔這邊是囤了兩個射箭場 但是工兵不是打 不是要打工兵喔 這個是要打馬弓了耶 哇 那這裡補個兵工場 那馬弓的話3TC還開得了嗎 先開個雙TC 雙TC雙射箭場 現在這是馬弓的頂尖選手們的第一種開局模式 OK 伯利典馬弓又出現了 伯利典馬弓基本上是能打 但跟哥德人一樣喔 沒有這個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基本上打馬弓 就跟哥德人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好 那 哥德人是決定要走 騎兵路線 那Hera這邊走馬弓優勢就還不錯囉 因為馬弓是可以稍微秀一下操作的 好 TC補了兩個 補兩個TC 只需要275左右的墓口而已 非常的省 好 第一波遇到了兩邊相遇 馬弓稍微回頭拉打一下 但是騎士現在適量有點多 好 有幾隻肉馬溜了進來 查看一下裡面的情況 右邊的工場 應該沒問題 好 正面馬弓被抓掉了一隻 騎士不錯 好 抓到 好 所以肉馬再抓一村 世界冠軍兩村被拿下 好 在這個時間點 肉馬打村民很痛的 有異攻傷害值啊 好 用馬弓去卡位 但是沒有辦法 依舊還是被追上 好 這一波是Hera被抓了三村 一萬五 一萬六 經濟同分 那哥爾德這邊是 剛剛為了爆騎士 有稍微斷村喔 所以剛剛TC有 稍微閒置了一下 好 那Hera這邊是 擁有3TC開弩的優勢 現在TC開起來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結果人家哥爾德的人 騎士一直往臉上送 修道院終於蓋好 有修道院就能反制騎士了 好 騎士現在 往裡面衝 家裡圍一下 哎呦 直接打破 這一波 有點傷 好 再拉扯一下 三隻村民又要再跑了 好 不行不行不行 這裡村民死了有點多 連世界冠軍都很難 用不列典打哥德嗎 好 那現在 Hera這邊的問題 馬功 的問題就是沒有品種 那哥德人的品種 是有的 所以 其實哥德人跟不列典的馬功互打 其實哥德人的馬功是會贏的 這一點我覺得是一個蠻細微的差別 品種 這個血量是好很多的 但不列典是沒有品種喔 只有50滴血 血量真的是很慘烈的 好 過了一個大學 終於要來點彈道學了 三隻騎士在右邊繼續繞 這一波抓到 Hera好像沒有看到 以為人家在下方這裡 其實人家已經跑到右邊了 再抓山村 這裡想要蓋起來來不及 完蛋 這一隻村民 可能也要死了 哇 Hera這一波有點虧阿 被抓了很多村 上面又來 生旅放出來遭翔 有點忙不過來了 忙不過來了 哇 這個騎士又抓了一村 Hera開局死了11村阿 好 黃明騎士終於成功遭翔 彈道學現在沒有機會補下 Hera這邊有點暴墓 變成千木人了 木頭破千 沒有人挖黃金 趕快買賣一下 現在這塊金不安全 好 馬功 現在要趕快繼續追 好 拉了勾技 沒彈道學 一直射得很歪 好 這邊再繼續往下走 Hera應該是有看到 哇 Hera居然被對手溜了這麼久的騎士 這也算是蠻少見的 好 這邊要不要考慮補個城門呢 好 左邊直接第一人牧場出去 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經濟開始慢慢好轉 哥德人這裡也抓了一些村民之後 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好 第二波騎士來了 Hera這一波勝率沒有做到遭翔 直接倒地 完了 這一波 欸哇 再被拖很多村 16村沒了 好 這裡的騎士還在6 難道這一把哥德仁 有料了嗎 好 城堡是帶來騎士哥德仁 沒問題 二宮二訪品種跟蹤技術 該有的都有 好 這一波多線讓Hera的村民樹 死了18村左右 好 左邊又被抓了一村 現在來到了20村的 沙迪樹 哇 21村了 哇 神侶又倒地 這一次是遇到的是清騎兵 Hera大意了 沒有先收進去 還是他覺得可以招想得到 哇 這波Hera很傷啊 馬弓也被砍掉了幾隻 沒有品種馬弓只能太脆了 好 但哥德仁這一波沒有再繼續衝了 黃金是有點爆量的 因為這邊轉了一些肉馬 沒有繼續轉騎士了 這個黃金18個人挖是有點過頭了 爆金 好 哥德仁黃金爆量 買了一堆食物跟木頭 轉出了一些經濟 那Hera這邊是繼續補生女 馬弓的部分沒有繼續按 好 用12隻馬弓就能搞定了嗎 好 停掉這邊遣生物 好 哥德家裡兩台龍炮 守得不錯 串掉兩隻馬弓 現在3TC 4TC已經農上去 串民術又跟哥德人持品了 被抓了22村 但串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但經濟已經明顯落後了 好 收村的關係 支援量已經差了1000多 好 Hera現在要打贏對方哥德騎士 問題很大 雖然現在有彈道學 但是馬弓數量明顯不夠 還要再補一些才行啊 好 對方騎士數量很多 好 馬弓就去射 用了一隻騎士抓掉了一台奴炮 這一隻僧侶過來招牆 來不及招到後方騎士 直接被騎騎兵打到倒地 好 後面騎士過來想要包抄 這一波馬弓 Hera可能要炸裂 哥德人 完美的使用騎士爆 把Hera的馬弓打到潰不成軍啊 漂亮漂亮 哇 沒想到Hera的馬弓也會被打成這樣子 有可能剛剛斷鏡斷的有點太嚴重 馬弓斷的時間有點多啊 有可能Hera這邊是想要轉型 走長弓路線啊 已經在開挖石頭 但這顆石頭在斜面 一直被騎士溜進來 一直被溜進來 石頭不能安全開挖 沒有城堡防守就很痛苦 好 這一波又過來了 哎呀 又要再死個幾村了 太難受了 太難受了 好 這一個騎士能招牆到 好 招牆之後收村 後面的馬弓 努力幫忙村民們反擊 但左邊這裡又有一波騎士衝了過來 哥德這波騎士爆打得漂亮 好 但是哥德相對來說 他也是花了非常多的黃金庫存 待會到後期 我還不確定哥德能不能爆出井噴 跟這個大量步兵了 或許是也不用 城堡是帶直接把Hera給打死 有可能 來 接下來看一下 城堡還差50石頭 這跟城堡不能蓋正面太傷了 哇 村民直接被串死兩隻 三隻才對 這個串燒打得漂亮 好 馬弓出去 直接被串燒 串到死了三隻馬弓 好 兩邊直接對蓋吧 現在哥德仁 這根堡的位置有點微妙 好 但還行 只要點個一級射 就能射到城堡中心 後面的生女再次著牆 但是要小心清起兵 收村收了進去 後方騎士再度抓到了蓋城堡的村民 Hera家裡的防備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 這根城堡要蓋起來 也要變成道城堡 現在Hera的村民死傷 已經來到了55層56層 Hera有可能要被哥德一波帶走了嗎 哇 哥德人愛猛了這波騎士堡 Hera在趁亂之中頂下了帝王時代 這就蠻厲害的了 好 現在這裡沒有村民可以來蓋城堡 好 順便把這個堡蓋好了 好 待會要先射一下這個弩炮 弩炮先解決掉 好 再來輸出一下 OK 最後兩牌也拿下了 經過此戰之後 Hera 37分鐘被抓了73村 這個 我好像沒什麼看過 世界冠軍 在這個時間點被抓了快100村啊 40分鐘不到 被抓了73村 而且連對手的一隻村民都沒有抓到 這 是不是要量了呢 難道是連世界冠軍 連對這個組合 這個對局的文明 也是有點困難的嗎 還是太早下定論呢 好 這一波哥德人 來蓋寶 這根寶蓋得漂亮 這根寶蓋下去 Hera兩個黃金直接被空爛 好 被空爛之後 Hera就沒有黃金可以用了 裡面的主金 石頭會挖完 好 但帝王時代很快來了 還有40分時間 個人拿一個城堡 過來蓋 打工稍微射一下 城堡開頂 左邊這個城堡 還有一些時間 20% 後面兩個衝車還在頂 Hera中能看到 趕快拉村民過來 只用村民手絲 但是村民手絲 還會被城堡射 城堡傷害實在太高 怎麼辦 Hera現在 要打贏 真的很痛苦 用手絲 終於點掉了一台衝車 但是衝車還在繼續出出 軍運手絲機趕快按 這邊要守衝車來頂的話 最好就是要補下 投石車 好 封城七製造所 好 來打衝車是最好的 但是現在哥德人 也已經轉出了哥德衛隊 甚至連無政府狀態都已經補下了 正準備要來 大爆兵 直接從城堡斯帶 帶走Hera 那Hera這邊開始轉型 轉出來的東西是印刷技術 浮力點人的僧侶科技 沒有救贖思想 但是招牆單位 還是可以用僧侶的 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端血素而已 好 這個衝車目前還沒有解決 成牌照秀一下 但這邊騎士又已經衝了進來 左邊這個黃金被控制住 有少量哥德衛隊也在抓農地裡的村民 目前目前 哥德衛隊又來了 直接手撕 好 哥德衛隊 總共拿下 騎士 差一點拿下僧侶 好 現在騎士又衝了進來 這一波Hera打得好慌 食尚術已經來到95村 透明術只有97村 但是Hera還沒有放棄 還在努力扛 哥德這一波節奏打得實在太好 好 好 馬公現在遇到哥德衛隊 完全夾不住 好 這個僧侶 好 看到了 手存 現在Hera沒有轉劍兵勇士 而是選擇了直接騎士 硬扛 但是哥德忍著衝車沒有打算要停 一直一直慢慢往前 好 又拿下一台衝車了 後方的哥德衛隊過來被招翔 直接招了兩個各位 哥德衛隊太難成了 好 左邊這個洞也要稍微補一下 好 第二台 巨型投石機來了 好 這一波可以靠騎士 再把衝車給解決掉 再拿下一台 後面這台衝車也一併拿下吧 巨型投石機終於拿下後方城堡 上方城堡的危機終於解除了 右邊這個城鎮中心直接被大局進攻 右邊這個是Hera 最後的一塊黃金 現在主箭的部分已經快要挖乾 倒是這塊黃金也守不住 待會就是要面臨斷金斷到死的問題了 但是巨型投石機趕快架過來 要不要再賣一下資源 轉裝甲步兵了 我想說轉騎士的話 黃金持重很重啊 但轉劍兵勇士或雙手劍兵 壓力就沒這麼大 其實打哥德衛隊的時候 也不需要說劍兵勇士 雙手劍兵的升級就已經很夠用了 這波衝車還是沒有把城堡給拿下 但是這波哥德衛隊數量有點多 15隻哥德衛隊 衝過來了 後方的兩台巨型投石機有防備嗎 城堡沒有修理 直接被拆掉 這個黃金終於結束回擊 但更大的危機來了 15隻哥德衛隊 現在Hera的軍營不夠 要產出更多的劍兵勇士 長劍兵或雙手劍兵都沒有辦法 軍營趕快補 補了補了 接下來用一防 衝車 裡面有六個乘客 這個 箱形車戰術又來了 裡面的小弟 待會要出來打人了 出來打人 小弟看到人在刮我們車子 哎呀 我活得不太煩啊 敢刮車子是不是 小弟出來玩給 看來小弟也寡不適中 沒想到對方繞了更多的人來 直接被腳爛 小弟全倒 好 左邊的部分 終於城堡危機解除 黃金已經拿了回來 長劍兵補下 現在哥德仁也趁機趕快點下地龍時代 但是騎士的進攻還沒有停止 哥德仁這邊最大問題 一農二農二木終於點下 花金花石也終於回想起來 有這件事情 好 雙手劍兵也點了 現在 黑拉 應該有機會擋住 這一波 黑拉的臭命術時尚來到了143村 143村 這完全就是平常我在打天梯的感覺 這好像是我打天梯才會出現的這個被擊殺樹 好奇怪好奇怪 好 還有這邊 這個手術 好猛 七隻三驢 順利招翔 七隻哥德會對 順利反叛 好 現在哥德仁地龍時代補下 右邊重新補下了一根城堡 兩塊黃金 野金 都直接空了 但是黑拉重新拿回黃金 突然覺得自己又有希望 哥德仁剛剛前期投資了非常多的黃金 再出騎士 所以現在家裡的黃金已經不太夠用了 他那個附金洞金挖乾淨了 現在只剩下附金了 是他最後的命脈 所以這邊補下城堡 是非常關鍵的 那黑拉這邊進攻目標 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城堡拿下 進攻成功 基本上 哥德仁應該就沒機會了 在現在左邊這塊黃金處 也要找個機會 把石頭挖起來 再插一根城堡 插在這個高地阿 或是插在這個高地 都可以喔 防守住這塊黃金 黑拉點下劍比勇士 這一波馬功 也是留到了後面 突然停下來 哥德會隊兩刀 拿了一隻三刀 一隻馬功 酷了 哥德會隊打工兵就是那麼痛 現在又有一些哥德會隊 衝過來騷擾 十三隻的數量 哥德會隊現在大量生產 哥德人黃金 現在只剩下這兩塊 十手黃金 就能創造機會 現在黑拉正面的僧侶已經走到了 你的軍營的慘能 但是哥德人 似乎毫不在意 好 巨型頭司機要走過來了嗎 從這邊進攻 但是側面有非常多的哥德會隊 已經溜了進來 哥德會隊的移動速度 比劍兵友士還要快 所以現在劍兵友士 一定要等 哥德會隊停下來才有機會打到 好 這一波劍兵友士繼續往前 三台巨型頭司機也帶過來了 好 現在黑拉家裡四處著火 村民死傷 準備要來到兩百了嗎 好像有機會 這一坨村民 逃不掉 哥德會隊 一直在農地裡面 四處肆虐 到處都是哥德會隊 好麻煩 好巨型頭司機炸起來了 黑拉決定要直倒黃龍 不管這個黃金了 先把你填全靶了 你就沒有這個肉 沒有肉 你就沒有割位 但是現在要想要把哥德人斷金 似乎有點困難 不是斷金 斷肉 人家可以邊打邊往後拉 喔 邊農是沒問題的 好 這邊友士在家裡防守 現在開始出現的成效 但黑拉這邊聰明樹只剩下七屬村 這一波 哥德人打得很好 好 聖女過來招翔 各位 好 子弟 家裡 家裡 已經屠殺到214村 我 刷新熱舞對 黑拉的認知了 好 我一直以為黑拉自從當了世界冠軍之後 他不會被土刀動產 好 這個應該是 久久一次喔 才可以看到的珍奇畫面了 好 如果是那個日本的中午節目喔 好 就可以把這個畫面喔 登錄上去了 珍奇白景 黑拉村民使兩百 兩百一十八村 好 可能還會再上升 好 兩百一十九了 OK 這波劍勇打得還不錯 好 好 扛住了 現在四處都是劍兵勇士走來走去的畫面 好 那現在 哥德爾人也轉出了劍勇了 好 哥德爾人的劍兵勇士更便宜阿 你要跟他打這個劍兵支援戰 應該是打不太一起的 好 現在黑拉 家裡問題 沒有打算要全力解決 但 反觀 哥德爾也是 家裡問題也沒有打算要努力去解決 反而是很努力在騷擾 黑拉的聰明處已經死到兩百二十八村 黑拉難道要翻牌了嗎 不可能吧 聰明差距已經來到了一倍 一六四對七四 這一個巨型扣斯基也慢慢攻城 這波換加 我覺得 黑拉的換加應該不會成功 就算真的換過去了 聰明的差距 還是很難打得回來的 好 那哥德爾人村民處還是遙遙領先 我們哥德爾威隊跟劍友又是賽斯守住 這一波劍兵勇士中抓到 蓋城鎮中心的村民們 趕快收村 轉出了火槍 哇 哥德爾人轉火槍 黑拉的劍兵勇士 開始有點武力 但是還好有僧侶可以招翔 這波招翔 漂亮 招到了很多火槍兵 讓我更多的劍友是走過來想要直接手撕 巨型偷襲 這一波龍蜥 能不能拿下嗎 喔 劍友是被招了有點多 直接先砍僧侶 拿下了三隻 漂亮 現在僧侶全部被砍到了 黑拉這邊操作生理的空軍已經歸零 但是正面的劍兵勇士又補了過來 這一波哥德爾人好像擋住了 後面的農田還是健在 黑拉這邊的村民宿只剩下92村 村民史上來到230村 正面劍兵勇士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但是黃金的部分還是能挖 哥德爾人難道真的要被逆轉了嗎 我覺得好像有機會 但是劇情偷襲機還在拆家 好 又拆了一個城市中心 好 雙方這個劇情偷襲機 要回家防守了 這裡總多劍勇 直接被劍勇包起來 黑拉這一坨劍勇被抓掉 就沒有任何的工程能力了 黃金已經要見敵 但是哥德爾人還在努力的 在產村民防守 唉 結果兩台巨頭活了下來 現在黑拉的劍兵勇士 來到了70隻 正面開始要剷除 哥德爾人所有的軍營的產能 這波黑拉 要逆轉了嗎 世界冠軍 來不及 你刀拿下 哇哇哇哇哇 69隻劍兵勇士 哥德爾人好像沒黃金喔 資源見底了 雖然村民術領先 但是 已經沒有黃金了 前面出了太多騎士 也已經就算挖光 也沒有足夠多黃金 可以再繼續出劍兵勇士了 反正是黑拉這裡 黃金是挖到了最後一刻 這兩塊腹筋 現在才開始挖完 哇 怎麼辦 難道黑拉要死242村 成功翻盤嗎 好像有機會喔 喔 機會蠻大的喔 現在這一波 哥德爾人 完全擋不住 喔 果然翻盤成功 哥德爾人終於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黑拉拿下比賽的勝利 世界冠軍 就是世界冠軍 被抓了242村 心態還沒崩 還覺得自己的逆轉 甚至連三攻三防都還沒有點完 就砍爆了哥德爾人的步兵 看來他已經是遇見了自己黃金後期 會贏的一個概念 也有可能會把前期 一直有在靠這個買賣喔 去把這個食物跟木頭 多賣一點 畢竟哥德爾人剛剛是用這個黃金去買 食物跟木頭 這個價格應該是蠻貴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有哥德爾人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資源甚至贏了2萬多 每個都贏 甚至還有5生物 但是最後卻被HERA給翻盤成功 這一波5生物逆轉 打得十分漂亮阿HERA 這一波往前突進 真的是非常好的判斷 剛剛我一度還以為 這一波拿下去可能還拿不下來 畢竟後面田是可以搬的 他可以繼續往右邊這裡搬 繼續種田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沒想到問題是野金鮮蛙碗的問題 而不是農田的問題 所以這個農田真的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沒錢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